大家好,我是小燕 在我手上这两台就是当下最热销的一个13PM的机型 那我左边这台是128G的 我拿回来的是4750 那么我右边这台的话是一个石墨灰的 是256G的 拿回来的是5050 那么这两台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那相信你们的话肯定会想很多 这种是不是组装机啊 或者说有大修过的 再者就会不会觉得这种是不是通过非法渠道 然后获得的呢 而以上的都不是啊 这两台的话呢 我给大伙们先看一下 这都是一个全原装啊 没有拆修过的 首先呢给大伙们看一下这台苍林绿的一个128G 都是全原装不漏气的啊 都是没有拆修过的 来给大伙们看一下 这个螺丝的话呢都是没有拧过的痕迹 而且它的这个不锈钢的边框呢 也几乎是没有什么滑横的 再加上它的一个镜头 也是没有任何的滑横 打开给大伙们确认一下 首先看一下关于本机 13 Pro Max Aero Aero美版的128G 电池的话呢有100% 真的这台机器非常的漂亮 来打开这个燕机报告给大伙们看一下 首先它的充电次数只有一次 仅仅一次啊 电效100% 燕机报告呢也是全绿 没有显红的一个状态 燕机平分100 这台机器的生产时间是在今年的5月份 看到没有 这个是有在关报的到明年的6月份 所以这台机器的话呢都是可以完全当个冲心机的一个标准 真的非常漂亮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台石墨灰的 首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外观 这台也是一个全原装不漏气的啊 打开给大伙们看一下 它的螺丝都是没有拧过的痕迹 就是有一点点灰尘在啊 毕竟是个转手的 来看一下这个边框也是没有什么划痕的 没有什么可碰的 再来看一下 屏幕的话呢不要看它这个有裂痕啊 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保护膜 我把保护膜撕掉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都是非常的漂亮 没有丝毫的划痕 然后再打开它的一个关于本机给大伙们看看 来确认一下进行13 Pro Max 没版的256G 电池电效的话呢有99% 来看一下燕机报告 来看到没有 这一台的话呢它也是啊 充电100多次 电池电效的话呢有99% 然后这台的话呢 激活的时间是在今年的3月份啊 官宝的话呢到明年的6月份 然后燕机报告打开给大伙们看看 看燕机报告也是显示全绿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两台的话呢都是一个量机的标准 那再回到它的一个行情价位 跟大伙们揭秘一下 因为这两台呢是属于美版的卡贴机 卡贴机的话呢 作为漂亮国那边的话呢是有签合约的 所以的话呢在其他的国家是不能使用的 到我国的话呢完全识别不出我们的手机卡 所以的话呢要额外的搭配这个卡贴 所以才被叫卡贴机卡贴解完那个手机卡之后的话呢 是可以恢复正常使用的那为什么恢复正常使用它还是价格这么的划算呢 那肯定是有瑕疵的就是使用的过程中的话呢信号没有那么的稳定 但是呢这种是适合个别的一些人群像这种手机的话呢你没有经常打电话 而且有在固定的一个地方有连接WiFi的情况下 没有经常出差的那这种机器的话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啊因为价格又很香 那除了刚刚说的那几个问题它可以说完全跟无锁的机器一样的性能 如果说选择无锁的话128G的话呢当今的行情是要达到5700左右的 那么当今的行情256G的话呢要达到6600左右的一个价位 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卡贴的有没有吸引到你们呢 好的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处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